你敢相信吗 福特猛禽F150的小老弟国产了 并且售价区间仅为15到30万 它就是国产的江陵福特Ranger 玩皮卡的粉丝都知道 皮卡车无非就是工具性或者玩具性 而玩具性的代表车型就是福特F150猛禽 可以算是性能王者 但是180万的价格令很多人望而却步 而这次的成都车展亮相的福特Ranger 首发版价格太香了 项量800台售价仅为26.98万 体现出了国产合资的优势 而后期要发布的普通版低配福特Ranger 官方透露不高于16万元 只不过是手动两驱的版本 首发版外观部分增加了硬拍越野的原厂升级 其中包括专属的拉花 原厂的脚盘以及底盘装甲 高位射水喉 车侧踏板 防拖轮毂以及全地形AT轮胎等等 外形上全新一代Ranger 不管在前脸以及尾灯的设计 进一步向福特F系列皮卡靠近 动力方面 首发版Ranger目前提供2.3T汽油和柴油发动机 其中2.3T汽油机可输出258马力450牛米数据 而2.3T柴油发动机可输出186马力470牛米大纽距 均搭配彩F81T首次一体变速箱 智能方面 全新一代福特Ranger算是该价位级别的天花板 具有L2.9级自动驾驶 车机系统支持自动调速 自动变道超车 自动进入扎道 使用和福特探检者一样的竖板大屏 内置骁龙8155芯片 福特的越野性也是毋庸置疑 经过了在澳洲有汽车报废厂支撑的YYPG测试场 单台车模拟真实用车环境的车辆磨损历程达到150万公里 如果这个价格年底上市 大家点击左下方懂车地的链接 对比一下和长城炮配置的价格和差别 可以说长城的压力山大